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0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首先带来关心的是花莲县政府举办的 2023花莲下链嘉年华演唱会 将从7月5号到9号 一连5天在花莲市的东大门广场来热闹开唱 而县政府呢在今天也特别举办了记者会 县长许真伟宣布了压轴巨星 卢广仲911黄明志动力火车 魏如轩 陈灵9 邱丰泽 以及有超过30组的超强卡斯 而这一次更是突破了以往活动 最后两天周末也将会安排独立乐团 接力演出带给大家视觉 以及听节的感受响宴 来邀请全国的民众 务必手刀抢购花莲旅速行程 以及交通票 一起来花莲度过热闹的暑假 全台暑假最盛大卡斯最强 花莲天主举办202上花莲夏人江年华演唱会 从7月5号到9号 1.5天在花莲市东大门广场热闹开唱 县政府20号特别举办记者会 现在许真会宣布压轴巨星吴广众 秋风则及超过30组超级卡斯 这次更突破以往 活动之后两天周末安排独立乐团结力演出 带给大家视觉与听觉的感官饗宴 邀请全国民众务必手刀抢购到花莲旅速行程 交通票 一起来花莲度过热闹的暑假 下半年从我们夏年江年华的序幕展开以后 整个花莲的观光整个代状旺季也就即将展开 那在这里我还接续着我们的这个欢乐耶诞城之后 就是我们的花莲的倒数 是我们的花莲倒数太平洋音乐会 再来就是我们农历年的我们太平洋音乐会在花莲 又过了美好的一年 但是在下半年展开的时候 我想在这里真会欢迎大家 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在桃园市 展开了我们的这个公年节的这个竞争会 我想第一个买一张车票来到花莲 或者是自由行来到花莲 我要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全国各大旅行社 还有我们无论是工协会都来到这里 跟花莲一起对于观光旅游的成长 所以无论在空凛的时间 花莲创下了每一年观光人次的高峰 一直到我们1480万人次来到花莲 所以再一次谢谢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 家人的这个支持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国公民 还有我们所有的民间的 我们的观光饭店旅馆同处 以及我们所有的旅游业人 我们支持谢谢帮忙好不好 谢谢帮忙 此外夏令嘉年会今年有重要的突破 7月8号跟7月9号邀请 众多年轻人在追随的独立乐团演出 让夏令嘉年会演出更加多元 主办单位的鼓励民众来花莲参加 音乐盛会以及旅游 花莲逐假期间 除了夏令嘉年会与一场活动之外 有7月15号到8月13号的 缩峰旅游业团 我们压放暑假 天天精彩的活动 活动期间不仅有水舞秀 剧场表演 更有好玩的亲子互动 共同游戏超美打卡一束装置 延安的光环南道 更是点亮了整个旅游业夜晚 今年不容错过暑假的活动 记得讲法念台北十八道 明镜是感谢你 明镜是明镜的